台湾大学今日宣布,是115学年起 医学院医学系将进行招生标准的重大调整 这一决定是在医学系日前召开的招生委员会议中通过 旨在更全面地培养医学人才 是115学年起 台大医学系的繁星推荐和申请入学管道将才记得学测考课发生变动 原本才记得国文 数学A、自然、英文四个考课将改为国文 数学A、自然和社会 持续为助未来的考生在报考台大医学系时 需要更加重视社会科目的成绩 而不再需要学测英文成绩 台湾大学招生办公室执行长李鸿生表示 医学系认为 社会领域课程对于学生医学人文基础的培养至关重要 有助于从多角度提升学生的综合数字 为未来进入各专业领域的深入学习打下坚实基础 由于台大医学系录取的学生在高中阶段的英语能力已经非常优秀 进入大学后还需修读必修的英文课程并达到全民英检中高级标准 因此医学系对学生的英文能力并不担心 另外 分发入学的管道也有所调整 原先才记得数学甲 物理、化学和生物四个考科将继续保留 但学测国文和英文的顶标检定标准 将从115学年起改为直检定学测国文顶标 这一变动同样体现了台大医学系对国文科目重视程度的提升 这些变化是用于现在的高一学生 提醒考生在学习规划中要更加重视社会科目 同时保持英语能力的提升 以便更好地适应新的招生标准 台大医学系的这一举措反映了其在教育理念上的革新 期望通过这些改变 能够培养出更加具有人文关怀的医学人才 李鸿真强调 这一调整并不是对英语能力的忽视 而是基于多年来录取学生在英语方面的表现 医学系相信未来的学生在进入大学后 能够通过校内的英文课程继续提升自己的英语能力 因此 取消英文的学测采集和检定标准 并不会影响学生的整体语言能力 大家对这项改变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Main 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